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代史上就有一位身份显赫的陆军上将 也是毛泽东十分尊敬的政协常委 他一生有四任妻子 其中最小的妻子年仅17岁 而当时成亲之际 他已经是将近60岁的高龄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婚后 他还让妻子怀孕16次 此等能力真是不简单啊 此牛人是谁呢 他就是陆军上将成前 1882年 成前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小乡村 21岁进入湖南武卑学堂 22岁成前到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 成前认识了改变他终身命运的人 那就是孙中山先生 他听了孙中山旧王图存之大方略以后 就确定此生是必要跟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 学有所成的成前从日本返回中国 在四川开始着手训练士兵 以备革命 之用 就这样 成前的军旅生涯拉开了序幕 在护法运动 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 都有成前带兵打仗的申请 在国军的资历中排行 成前都可以名列前往 先后担任军政部长 久江卫戍司令员 战区司令官 河南省主席 军事委员会常委等重要职位 除此之外 成前还担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 在国军高层将领中 有很多名将 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的 学生们纷纷力捧成前 在抗战初期成前 在国军中 其根基十分牢固 而在中共的备份排行中 成前的威望也是不小 因毛泽东年少 在湖南参加新军长官 就是成前 所以 毛泽东见到成前 还得称呼他一生老上司 开国元帅彭德怀 是成前所谓一名军官 连林伯渠都是他所带第六军的一名党代表 可见 成前在国共两党间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的 国共内战后期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已成令局 成前十大局 主动于解 放军和谈 带领乡军公开反蒋 蒋介石之道后 将其开除党籍 建国后 毛泽东却将投诚的成前奉为座上宾 先后让其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位 1968年成前在北京去世 死后 被安葬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他曾经娶下的17岁妻子呢 后来 也担任首届全国妇女联合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位 1996年去世 其妻子去世 死后 政府依旧按照高规格葬礼 将他妻子与他合葬进八宝山 我想成前权下有之 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